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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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老張說他快交到女友團的天晚上 大家就在老張的房間 這是怎麼回事 你交到女友了嗎 兩個月前 我被印拉去一個朋友的宜蘭旅遊團湊數 在這場旅遊中單身的只有我和那位Lisa 情侶們各自形成交友的保護城 就算是獨自前來的阿文 因為有女友 還是對異性有了輕微的保護城 然而 你 你沒有保護城 你 你也是嗎 那天我們交換了LINE 哼 到現在已經聊兩個月了 我認為感覺還不錯 從對話中可以知道 他是有意願聊天的喔 聊天內容是有靈魂的 那在那之後 你們見過幾次面了 還沒見過 你不要再重蹈覆轍了 每次拉那麼久 到時女生感覺又沒了 喔 好啦 終於老張在大家的推動之下 約了Lisa 這次她的選擇是 爬山 Lisa是一個害羞的女孩 雖然在LINE上能穩穩對談 但見面基本上是不太說話 要讓氣氛不尷尬 也必須花點心思 但 選爬山 這次錯了 這樣一直爬 根本沒辦法說話 因此我們兩個 一直處在 不能說話的尷尬氛圍啊 終於爬到了一個段落 老張立刻迅速更衣 不能讓他聞到了汗味 擦汗 換衣服 爽身噴霧 接著由於運動完 兩人通體舒暢 聊起天來更放開了 這一次可以說是還不錯的結局 回到家後 大家開始賽後檢討 感覺女方就還沒到喜歡 但不是毫無希望 我建議你進攻火力可以再強一點 我覺得招戰下去很有機會 女方的交友圈小 選擇不多 她會逐漸入入你懷裡 你不能一直處於同個溫度的公式 要加溫 否則對方也會逐漸冷掉的 好 我會成功 我會成功 接下來老張又和LISA聊了一個月 她每天都在深思熟慮 該怎麼回訊息 如果在這裡說出 我好想你 對不起 是不是太操之過急了 不 還是謹慎一點了 一個月過去了 老張感到兩人間的溫度毫無進展 女方回訊息的速度 甚至比以前慢了1.3倍 這 這是怎麼回事 沒來有的就變成這樣 老張 在男女的世界裡 態度突然轉變是很正常的 有可能單純她冷掉了 有可能轉為友情 也有可能有更吸引人的對象出現 所以我就跟你說 不要拖那麼久 我有什麼辦法 聊幾天沒有火花 我能怎麼進攻 我不想又尷尬的見面啊 不過 既然你這麼說 那我就約她第二次 這次 來去看電影 第二次的約會 是去威秀看電影 平平淡淡的結束 而且女生6點要上班 5點看完電影 閒逛了一下 女生就走了 哎呦怎麼樣 單獨看電影 要中了齁 沒了 我覺得 那感覺和氣氛 沒了 明明是第二次約會 老張回到家後 卻有股空虛感 即使一個女生 答應和你單獨看電影 也不代表她喜歡你 2019年5月7號 老張 那晚的賽後檢討 大家瘋狂批評老張 你衝生小 竟然約在你家附近的電影院 他從板橋騎過來要30分鐘 你是智障嗎 哪有人會約人家上班前 你是白癡啊 哪有人看電影在約下午的啊 看完還沒辦法吃晚餐 你在搞笑喔 那天後 老張繼續和Lisa聊著聊著 感覺 越來越話不投機了 回復的速度 也比以前慢1.65倍 怎麼回事 老張 在男女的世界裡 態度突然轉變是很正常的 阿文 你知道些什麼吧 就是你讓我們認識的 你快說 Lisa是不是起了什麼變化啊 176公分 80公斤 個性熱心助人 容易流汗 他是跟你同校的同學 最近有人介紹他給Lisa 目前他在熱烈追求Lisa中 他叫阿傑 什麼 是阿傑 我們都認識他 他還是我好朋友 竟然是阿傑 阿傑 現在我該怎麼辦 你不用怕 阿傑他跟你一樣 是28歲還沒交過女友的大法師 以我的印象 他連怎麼跟女生相處都不懂 沒錯 這場滷一滷的對決 你面還是比較大的 竟然會覺得阿傑是威脅 你也是夠可憐的啊 這場純情男的戰爭 正式打小 老張持續的和女生不溫不火的聊著天 他想升溫 但卻感覺沒啥明顯進展 有一天 阿文跟Lisa約了吃飯 Lisa說 欸等等我一個朋友也會來喔 喔原來如此 老張要來啊 嗨抱歉我來晚了 什麼是你 阿傑 喔因為Lisa說他要跟你吃飯 我想說我也有空 那我就一起聊聊天吧 什麼有空 你住台中 這邊是新竹欸 多麼可怕的行動力 本來以為他只是個什麼都不懂的直男 老張 你很危險啊 過了幾天 阿文看到阿傑的限動 嗨 就突然把阿傑殺了新竹 跟Lisa說就完了 什麼 雙口進攻 等一下 我怎麼看不到這個限動 我也看不到 我也是 難道所有被認定跟老張熟的朋友 都被隱藏 原來阿傑也把老張視為對手 在警惕著他 接下來的日子 阿傑跟Lisa又出去了幾次 他等於用一個月的時間 就追上老張四個月的進度 老張也漸漸感覺到Lisa回信息的態度 有些許變化 老張幾天問一次阿文 阿文今天阿傑有PO現動嗎 沒有啦 你不要一直問啦 有PO我會跟你講啊 你真是有夠魯欸 這時大家都覺得大概胸多棘手 老張開始每天找人談心 每個人他幾乎都私下講了一遍 可見他有多心痛 他是真的暈爆了吧 大家都想吐槽他 幹你每個人都講一樣的 你幹嘛不一次跟大家講就好了 就在兩方交互試探的一個月後 你的信號就像太陽 見到你就開心 我愛你 啊 宣使勝利 直接發文不設隱藏了 這 要跟老張講了 當作不知道好了 我沒看到 我沒看到 我知道了 感恩 意料中啦 沒想到 這場比賽是阿傑贏了 一開始老張跟Lisa聊 算是在互相觀察 女方沒有到要在一起的好感的程度 但也不是毫無機會 不料這時殺出個陳咬金 阿傑 本以為她是個毫無威脅性的直男 沒想到她如此主動 也會一些浪漫小撇步 而且很會積極找理由去見Lisa 她背後肯定有軍師指點吧 加上她比老張開朗的個性 因此抱得美人歸 但老張 別放棄你的人生 你會找到的 找到跟你相同頻率的女性 其實我跟你很像 所以我的心也酸酸的 老張說 那陣子真的是心碎 打擊過大 她看到再漂亮的女生都毫無興趣 像個心獅走肉 一是她真的暈爆了 二是她這25年來都失敗的感情 在最有機會的一次中 還是失敗 那之後 魯蛇團各自過著生活 帥哥陳也使用驕傲軟體 自她開始使用後 房間外偶爾會有訪客的拖鞋 唉 人各有命 路仁林專注在工作上 她工作順利 分紅多 是群組裡收入最高的男人 雖沒女友 但過得如意 清秀阿銘 在25歲交到女友 感情穩定 每天通話 而我洋蔥 則繼續畫著魯之故事 老張則繼續用著驕傲軟體 日子這樣過下去 嗨 大家好 我是洋蔥的朋友 老張 距離洋蔥打好這個腳本 已經兩年了 但她遲遲沒有做出來 因為這個故事 沒有結局 如今她做出來了 就代表 我已經交到女朋友了 對象是在某個英文讀書會認識的 我終於為自己的故事畫下ending了 你們也要加油喔 不要再滷囉 你怎麼搞的 難得出來 為什麼會搞成這樣 一個接著一個 難道大家都中邪了嗎 只有阿文玩得很開心 不答 不怪怪的 阿文只是在搶圓歡笑 失去了 我的朋友群失去了 下一個 難道就是我 阿 洋蔥 抱歉 看來我 下載Hummy Video App 訂閱CAT 就可以搶先14天看到洋蔥的最新影片喔 耶